随着科学发展 人类得以探索更多地球上的美景 但却也正因为科学的无度发展 造成地球环境的破坏 未来甚至有些美景将永远消失 全球即将消失的十大美景 温室效应造成全球气温升高 两极冰茂已开始融化 48年后现存的南北极生物 可能一一步向灭绝 马丘比丘是南美秘乳高山顶上的 印加文化遗址 因地质构造不稳 加上人为破坏等 随时都可能因为一个小地震导致崩解 48年以后马丘比丘可能就再也看不见了 随着地球气温升高 瑞士冰河逐渐蒸发 不但面积少了15% 冰河的外源也开始融化崩塌 每年已消退3到5公尺的速度逐渐消失 40年后瑞士冰河也将不复建 因长年水换冲时 目前地层每年下沉0.5厘米 再加上海平面上升 若不加以抢救 预计威尼斯38年内将被海水淹没 失落的天堂马尔蒂夫 在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时 就有三分之二的国土惨遭淹没 若海平面继续上升 38年内将从地球上消失 连汉鸭子也能畅游的死海 位于约旦和巴勒斯坦交界 因临近板块的长期挤压 湖泊面积不断缩小 加上全球暖化 死海正快速蒸发 倒数计时的时间也只剩下18年 随着全球暖化 尼泊尔国家公园的冰雪逐渐融化 雪水已经造成了小规模的灾害 未来可能会有大的洪灾 尼泊尔可能也将在16年内消失 吉利马扎罗山是非洲第一高峰 由于气候变暖 山顶积雪已逐年融化 也许十年后 吉利马扎罗山顶的白雪将消失殆尽 被誉为地球之废和生物天堂的 亚马逊热带雨堤 因人类过度开发和森林火灾 正快速消失 预计十年之内也将消失 澳大利亚大宝礁 是全世界最大的珊瑚礁群 因为过度开发 以导致珊瑚白化死亡 八年后也可能即将消失 这些不是我们刻意忽略或是我们漠不关心 地球的样貌都已渐渐变掉 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是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是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排放到地球大气层所造成的 当太阳光照射时 一部分能量被大气反射 一部分被地表吸收 约有一半将穿透大气到达地球表面 地球吸收太阳的能量 同时也以红外线的形式向大气辐射能量 大气中的温室气体 例如水气 二氧化碳及甲碗 会吸收能量 造成大气温度上升 当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及温室气体增加 更多的能量将被大气吸收无法散出 导致温室效应 那温室效应的成因有哪些呢 首先 热带地区的人们为了经济效应 放火烧雨淋 造成植物大量削减 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导致温室气体增加 因此气温升高 第二 因为化石燃料含碳 例如煤矿 因此当燃烧时 碳会与氧结合 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形成温室效应 第三 大量工厂过度排放二氧化碳 光合作用来不及消耗 第四 浮率碳化物随着空气漂流到南极的上空 和臭氧分子产生化学变化 将其分减成氧分子 造成臭氧层破洞 无法阻挡太阳辐射 因此地表被直接照射 温度持续升高 城中暖化冲击到的不只是人类的生活 更是地球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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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暖化冲几次 中暖化冲几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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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